于女士的店铺位于嘉兴同乡的凤鸣装饰材料市场,主要卖门窗、淋浴房、玻璃门等。 她说,5月底,有位商先生在店里订购了不少东西,订货单上显示包含了厨房移门、卫生间平开门、淋浴房等。 订货单上没有写明总价,不过注明,有的产品按平方算钱,有的按套算。 其中,淋浴房的价格是2200块钱一套,包括了淋浴房的推门和侧边包裹的玻璃。 订货单上显示,商先生交了2000块钱订金,签了名字。 于女士说,订单6月底就完工了,结算单上的总价是9000多块钱。 其中,淋浴房两套,价格是4400块钱。 8月初,她联系商先生付剩下的7000多块钱,对方迟迟没有给。 她说,你这个东西卖我贵了呀。 她说,人家说,你这个淋浴房就1200、1500买得到的,你卖我2200。 她的意思就是,要按她的,要么1200、1500一套给我结账,否则的话不结。 于女士提供了她和商先生的短信记录。 当时,于女士把订货单和结算单都拍照发了过去。 从8月初开始,于女士多次发短信,提醒付款,对方一直没有回复。 店里有淋浴房的样品,于女士说,商先生购买的就是这种淋浴房。 墙上挂着标签,特价2200,玻璃上印着一串拼音,读起来是红叶未郁。 现场,于女士用记者的手机联系上了商先生。 你这个小品牌,你又不是大品牌了,人家都说这个小品牌呀。 不是大品牌,我也没说我的,你买的东西是大品牌呀。 你大品牌这个价格不够的呀,商老板,对不对。 我现在呢,我为什么没有付款呢? 因为这个是,他们说品牌的价格呢,我问了这个住门仓的, 商先生说,别人告诉他,2000以上应该能买到知名的大品牌。 他搜索了一下,红叶未郁不是什么大品牌。 于女士上门安装时,他也没有看到质保书。 这是一个正规的厂家,材料都是广东的,然后玻璃是江苏无锡的。 质保书的话,就是说质保书唯独就是保证这个玻璃的质量, 是钢化的,保证这个材料是304不锈钢, 这个我可以让他检测,可以随时检测都可以的。 你这边能提供吗? 能提供,这个我叫厂里面发过来好了呀。 于女士在相关平台上搜索了这家公司的工商信息, 上面显示,这家公司成立于2012年,注册资本为50万元。 现在他出了问题都是适合去补的,你说这个问题是, 你说厂家去打一个证明这样的, 这保证是一个生产厂家,生产产品的, 都是水厂出来的。 商先生不接受于女士的方案, 对于红叶未遇的工商信息, 他表示,从注册资本就能看出来,是个小品牌。 他要求淋浴房按照1500块钱一套的价格结算。 余女士告诉记者,店里十几万的大生意,会随着进度分好几步收款。 商先生的单子在万元以下,所以只分定金和余款两步。 再加上是朋友介绍来的,他一直很放心,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 在此协商后,余女士提出,按照每套淋浴房1850块钱结算, 总共优惠700块钱,商先生还是拒绝了。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